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这个周末蔡总统出国拼外交 同时也跟对岸喊话 说在19大之后呢 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出来以后 这是两岸改变的一个契机 对于两岸之间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演变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 他也要拼外交 即将访问亚洲 虽然说川普人还没有出发 不过美国是罕见的 把三个航母的战斗群 要先开到东亚地区 那么金正恩又要如何来接招呢 为您介绍建交情统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丹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 王高成 王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欣 大家好 以及中国时报大陆两岸组的主任 罗应聪 大家好 罗主任这次人就在十九大 有第一所的观察 等下很多细节 跟你一一来请教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拼外交之前 蔡总统出发之前 特别对于十九大 新的领导班子出来之后 他也发表了一篇谈话 我们揭露几个重点给大家看一下 相对于这习近平讲的 对于台湾的六个任何 那么蔡总统是回复 两岸关系发展 当然之前提出来的四步是没有变的 这四步包括了善意不变 诚意不变 不会走回头敌对的老路 也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 那么当中 他特别呼吁两岸领导人 应该要秉持 圆融中道的传统政治智慧 来寻求两岸之间的突破 要为两岸人民创造永久的福祉 当中特别有一段话 我们红字括得出来 他讲到说 要永远的消除敌对 以及战争的恐惧 我先问一下三位来宾 我们准备了圈插牌 帮我们比一下 因为蔡总统喊话说 此刻是两岸改变的契机 你认同吗 yes or no 就是十九大新的领导 把案子出来之后 现在是改变的契机 两位say yes 那罗主任说no 那我先问了 既然现在两位认为是契机 那三位来宾 我再问一个问题 现在是契机 那契机真的会出现吗 家庭也认为是会 但我先请到老师 因为你第一个是认为说 现在是契机 但是契机它不会真的到来 原因是什么 我想因为这个大陆十九大 它是一个 也是习近平第二个五年 新的一个开始 而且我们从它的谈话里面 那它确实是非常有 很多政策的一些波化 跟长远的一个发展 那包括对外 它都有一些这个 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整体来讲 我觉得当然大陆它 在这个阶段 希望对内达成这个小康社会 那对外来讲 当然它希望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环境 再加上它的人事的一个调整 包括国台办都有一些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 新时代的一个 一个机会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期望会有契机的一个发生 但契机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 为什么 主要的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这个契机 从蔡总统的说法 就是希望两岸关系有所改变 当然就是突破目前这种僵持的现状 尤其是两岸官方之间这种互不接触的一个情形 那么这个如果是他想要达到一个契机 我认为以蔡总统他在26号的这个谈话 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 因为在这个习近平的他19大的谈话里面 他其实还是讲 如果要跟台湾这个各政党的一个对话 跟解除这样目前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的关键还是要回到九二共识 就是要尊重九二共识 承认不是尊重 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 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那当然这我觉得 这个是蔡目前无法改变 对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说法 其实在19大之前他讲过很多遍了 那我们蔡总统的回应还是那四句话 就是四个不变 这四个不变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讲 所以如果假设他的这个说法有效的话 其实我认为19大之前 其实就已经打开了这个僵局了 那现在习近平还是重申他的立场不变 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个打破僵局 甚至这个两党之间来进行对话的话 他认为就是说 你还是要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 可是这个关键的字眼 你不讲出来 我认为不会有契机 老师的话简单来解读就是 双方都有高度的期待 但没有任何一方讲出 关键那一句话的改变 就好比是两个人彼此都是有feu 但是没有人告白啦 所以感情是不会谈起来的 那不过我昨天跟我们讲一下 你一开始就认为说 这不是一个契机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失业大之后的新的局面啊 你认为这不是新的 对 它是一个新的局面啊 但是包括一些人事的变动 比如说国台办 将来很可能是由刘捷一来接任嘛 他是之前中国 常驻联合国的大使 事实上他在对国际局势的掌握度是很高的 那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杨明杰的上任 然后这个前国务委员戴炳国 他接任台研会的会长 事实上呢这个我们讲铁三角 涉台铁三角 包括智库 包括未来的国台办的一把手 事实上我的感觉是一个全新的布局 而这个布局里面看起来 台湾未来要在国际上 国际社会上要有新的突破是很难的 另外呢就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我的感觉是说 小英总统跟习近平啊 就是说应该说都有意愿想要突破 可是呢都不愿意让一步啊 最好是你先让 不是我啦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要讲它是一个新的局面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面是不是就会有契机 至少我是比较悲观的 好 知道了 那个罗主任的意思说 现在新的局面 但新的局面不代表说是契机 因为看不出来 有任何一方有改变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动机 当中有一段话 我要特别问一下徐家庆 那个家庆姐 因为永远消除敌对 及对于战争的恐惧 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 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出现 对于战争的恐惧 是有什么因素让蔡总统讲出这句话 是有感受到有战争的压力吗 要不然怎么会讲述说 要免除于对于战争的恐惧呢 这个捧过去一段时间 不管是1996年的这个飞弹发射 或者是近来不断的有这个所谓 通过这个宫古海峡 这个是辽宁号通过台湾海峡 等等这些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 所谓军事例行性的一个行动 可是因为他所经过的范围永远都是在这个距离台湾很近的一个距离 所以不单单是台湾有这样子的恐惧 其实日本也有这样的恐惧 南韩也有这样的恐惧 大家的恐惧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100分的国防部长说我们从来不恐惧 我们都是在掌握范围之内 我想国防部长他可能专业的部分在于国防军队的治理 但是对于两岸的情势 对于国际的情势 他有民众的心理 他不见得完全是专家嘛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代表 这是为什么总统是三军统帅 国防部长不是 还好 对 这就是要权衡 所以国防跟外交永远它会是两个独立的面 一个会扮演比较是柔性的手法 一个会扮演比较刚性的手法 那我特别要说这一次其实从习近平主席跟蔡英文总统两者之间 都有一个共同的讯息采放出来 这一次在十九大如果各位有注意听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虽然花了三个半小时 这个不管他读稿也好 或者他发表演说也好 这三个半小时是不简单的 他要讲这个这么多中国这样一个14亿的大国 翻译的那个熟语老师啊 比的手都快要出京了 比到最后一腰都站不起来 哇 这很累的 真的 他因为三个半小时没有休息嘛 除了中间喝口水以外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 他面对的跟国际的局势 跟以前的中国是不一样的 他面对的是除了一个超级的这个经济大国概念 拥有最多的人口数 那占有全世界五分之一强的人口啊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说 习近平的压力跟他要承担的是比以前重很多 所以这一点是跟蔡总统相同的吗 我特别要讲 不是 我要讲到一个重点 所以他在对两岸局势部分的分析 其实他所占的比例就非常小了 如果你去算他通篇的时间 三个半小时讲到两岸只有五分钟不到 我还去算那个字数呢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他叫做什么呢 他说合同 叫做和平统一 所以他的底线他希望是用和平的手法 他不是要用武力的手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这是释放给这个解放军的概念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习近平来说为什么要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对他来说是自己不会伤害 而且还会获利的一个结构 如果一旦动武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样的概念他不会赚到 所以你说习赛兰人的共同点就是和平 对没有错 就是说区域的和平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契机会存在 有时候就像这个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金小胖 跟这个Trump两个人 一直不断在那边叫政啊 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会不会和谈 会喔 最近有一点点迹象 等一下好来讨一下 这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往往是另外一个讯息 另外一个管道 会促成这样的一种契机的对话 那所以今天中国跟台湾之间 我认为会有新的契机的原因 也在于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 国际局势北韩如果持续挑衅 对中国来说 他最大的压力根本不在两岸 两岸对他来说越稳定越好 越和平越好 我要把力量集中在处理 北朝鲜问题 集中在处理国内的经济转型问题 那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挑战之所在 那这样子的契机要怎么样去达成呢 我就回答第二个部分了 会不会出现 我认为也有机会出现的原因在于 就是因为这个北韩北朝鲜局势的变化 使得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合作 恐怕要加深 再加以说两岸之间 其实有相当多的经济体制 其实彼此之间的关联是越来越深了 这个交流是越来越深了 所以如果中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对中国不见得是有好处的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也许这一次蔡总统她在这个 刚刚26号也就是这个两岸交流 30周年的时候 她特别回顾了这一段过程里面 她也提醒就说 我们应当先从两岸的执政党对话开始 不是说两个国家开始对话 是说两岸的执政党开始对话 那这意思是说 过去民进党 因为它只是一个年轻的政党 31年前才成立 跟中国共产党之间 从来没有任何恩怨跟瓜葛 所以两个执政党 如果可以先有友善的一个接触跟对话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契机 是可能透过私下的接触开始 不过刚才今天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一个最新的国台办的一个说法 就是对于所谓蔡总统的袁荣说 张志军已经直接讲了 是民进党自己先放弃九二共识的 等一下这部分再回来做讨论 不过我先请教一下罗主任 在十九大的期间 你人在那边看了很多文宣 是是 马熙慧的照片都有被放上去 给人家想象的空间就是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蔡熙慧 你觉得是有想象空间吗 这个是需要高度的想象空间 高度的想象空间 马熙慧是这样 十九大的会场里面 大概有两度有出现 第一度是在十九大之前 召开前在北京的一个 砥砺奋进五周年的一个展览里面 就有这个照片 这第一个出现 第二个出现就是在 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里面 在第一个部分 回顾过去五年执政的成果里面 就有提到两岸领导人会面 马熙慧 是 至少两度的出现在十九大的会场 那这个东西 但是我来看当然是要连结到蔡熙慧有相当大的距离 因为你看后来包括习的报告 后半段真正讲到重点 未来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还是回到比较原则性的喊话上面 包括反对台独的部分 那但是这个蔡熙慧其实我们忠实在几个月前呢 专访过林宗彬老师 当时他也提到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不认为蔡熙慧未来是 是完全不可能 他认为在习的第二任期 乃至于假如他有第三任期的话 他会有企图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对中共来讲 对习近平来讲 如果两岸的问题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推进 往中共认为的统一的方向去推进的话 对他来讲他的历史定位是提高很多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在十九大之后 习的权力更稳固 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更稳固 挑战他的势力已经为乎其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更能够有更大的空间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包括对台的政策也是 另外就是回过来就是说 事实上民进党执政这一年多来 事实上大陆的对台的窗口 虽然台面上来讲 还是在重申九二共识跟一中原则 可是事实上多多少少 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民进党 在总体上来讲 还是保持比较克制的态度 事实上这一点是有北京是有感受到的 有看到的 对 另外就是一个就是 民进党内部的一些 一些政治明星 他其实对于中国 或中国大陆的态度 我觉得也有在改变 包括之前 讲的亲中 有中 合中 就是说开始在正视两岸的问题 或是开始在正视中国大陆的崛起的问题 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蔡熙会 眼前看起来是需要高度的想像 才能够想象的出来 但是未来 特别是习的第二任期 或者是说这个蔡总统 连任之后的第二任期 事实上都还有重叠到 我觉得他们都有高度的意愿 想要去做突破 所以未来来讲不能说完全 都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来看香港的媒体 怎么看这是十九大之后 台湾的问题被班上 在两岸之间再组合解决 习近平后被出手 港媒做了几个预测 包括了要出手的话怎么做 外交上面孤立台湾 经历上把台湾逼入死角 持续展示他们的军事实力 对爱台人士施出善意 应该讲说对中国有 应该讲说有善意的人士施出善意 那无论台湾状况如何改变 可以朝既定的方式上进行统一 想问一下老师 这个有人说两岸 像你刚才也提到 应该就僵着继续僵下去 看起来目前一年半载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真的出现变化 你觉得最大的因素会是什么 是一些外在的一些动态的压力吗 包括像是朝鲜半岛 如果真的有些状况的话 台湾两岸会不会就因此而出现了变化 当然我觉得这个变化 其实内外在的因素都有是有可能 如果外在的变化来讲的话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 朝鲜半岛的情势变化 当然我觉得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说因为你朝鲜半岛 假设真的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话 那当然就是大陆必须要去因应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当然甚至当然有人可能就是认为 就是说当然美国 他一定是首当其冲 那这时候会不会形成 美国的一个 他的一个重视点 他可能会被转移到朝鲜半岛 有人说北韩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 中国会趁机拿台湾 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吗 这是可能性之一 但是我比较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觉得毕竟就是说 真正朝鲜半岛发生问题的时候 大陆也不可能幸免于乱 他可能重心也要放在 他东北部的战火会不会延伸下去 如果他在南方再开一条新的一个战线 对他可能会产生一些牵制的一个作用 可是就是说如果假设 如果是朝鲜半岛有问题的话 那我相信美国对中国他会更加的一个重视 所以在台湾的问题上 在两岸的问题上来讲 美国可能他会接受 中国所提出来的一些条件 例如说可能中国会希望 就是说美国在台湾的关系 对 第一次公报的一个类似的 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 两岸如果要突破目前的一个僵局的话 主要我觉得可能关键还是在于台湾这边 就是刚刚大家也提到 就是说大陆现在基本的政策 我觉得确实还是维稳 维稳他主要着重在内部的 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当然他这一次我觉得 对台湾也释出了一些善意 比如说他还是谈到 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 不谈的武统 而且并没有放弃九二共识 之前大家很担心说 这一次是不是连九二共识也都不要 但他还是谈到九二共识 甚至他还提出就是说两岸 这刚刚这个徐一副平常也提到的 如果以执政党来讲的话 那他也强调就是说 你执政党对执政党的一个负谈 他说跟台湾任何党派 其实都可以谈 但关键你要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我觉得这个突破的 一个僵局来讲的话 恐怕还是在于 就是说这个台湾自己呢 转变立场 那另外如果假设一个 在更外界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假设是中国 他持续的一个崛起的话 那中美之间的一个 权力的一个较量 当美国越来越 没有办法来阻挡中国的崛起的时候 这时候我觉得 可能大陆对台湾的 刚刚所提出的这几点呢 他可能更有能力去实施 那我觉得可能台湾会面临到 更必须要来接受 大陆的这个条件 而来做一个互动的可能性 我们那会来聊的包括了习近平对于台湾的一些做法是跟过去 大家印象当中可能会变得全然不同 因为说跳过了任何的政治代理人 任何的政党 不跟民进党对话 也不期待国民党 直接跟台湾的人民下手 这当中包括了很多的做法 包括了吸引台湾的年轻人 包括对于台湾的教师来招手 等等 如果面对这样的状况的话 蔡政府做好因应的准备了嘛 另外 十九大当中 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 解放军的一个军方的记者会 特别出来讲话的一位代表呢 就是当时开着轰溜 绕台一周的那位飞行员 他说了什么 而且我们个罗主任 也在现场看到这位飞官 据说还蛮帅的 蛮帅的 等一下回来 好好聊这一段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